在家庭的伦理里边 就是我们自己是扮演个什么角色 在什么立场就要担负起 本分内的责任和义务 而使得这个家庭能够幸福快乐平安 有一句俗话说 天下无不适的父母 但是近年来在报纸上 我们常常可以看到 有一些父母把年幼的孩子 送入不良的场所工作 或是为子女做色情的媒介 也有些父母因为本身夫妻不和 而以伤害孩子来报复对方 甚至有虐待或者是强奸自己子女的事情 我们要请教圣言法师 这种行为对个人和社会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所谓天下无不适的父母 这是站在一个孝子的立场 站在一个儿女的立场 父母在患 心里头不要起愿恨心 既然只做了他们的儿女 他们不一定有权利来虐待子女 可子女终究就是子女 所以对父母的不道德 不负责 虐待能够想办法改善 尽量地想办法 如果已经承受了 那只有承受吧 而对父母因为他就是父母 可是父母是不是真正没有不是的呢 没有这回事 父母 一般的父母来讲 多多少少 都有时候会对儿女伤害的 第一个可能是 自己的性格的问题 和自己的观念的问题 和自己的习惯的问题 以及自己教育水准的问题 由于种种的因素 使得自己对儿女的管教 对儿女的抚养的方式和心态 都不太一样的 所以是非常好的父母 有 但是呢 所以绝对好的父母是不多的 这父母对儿女是绝对爱护的 当然有 可是呢 有时候并不一定 是那样子的对儿女来用心 来教导 来抚养的 可是呢 我们呢 一定要相信的 我们这个世界上 做人父母的人 他们呢 如果不是有精神病 不是啊 头脑啊 有问题 或者是观念上 有问题 否则的话 对儿女 他们是无条件的付出 对儿女 不会啊 是故意的 要整儿女的 现在的问题里面问的是啊 这极少数的一些案子和例子 比如说把自己的女儿送到啊 这个这个风又长中去 让他们做厨机 作为性交易的买卖的工具 或者是啊 当他自己摇钱树 来啊 去啊 谋取啊 暴力 像这种父母 在这个社会上是不多的 但是不能说 没有 我们常常看到报纸上 有这样子的新闻啊 那么特别是啊 自己夫妻之间在吵架 或者是吵了架 或者是呢 从外边呢 朋友工作场所啊 受到一点呢 委屈 之后呢 就回家 对儿女啊 再啊 牵怒 那就是啊 很不理性的 很不理智的 我们站在一个副教徒的那场 遇到这样的事 如果是遇到这样的事 那就是说作为父母的人 应该要尽自己的责任啊 你既然做了人家的父母啊 一定要把儿女啊 当成自己的过弱 来好好照顾 好好培养 尽自己的力来培养 不能把他当成摇签树 不能够啊 把他当成出系统 不可以啊 把这个孩子啊 当成自己的资本 本钱啊 来作为投资的一种经营的方式啊 来对待儿女 所以如果是 如果是 自己已经呢 有了这样的父母的儿女的话 也就是自己是儿女 有了这样的父母 那怎么办 第一啊 能够避免的还是避免 不要让父母啊犯罪啊 最好要请求啊 这个社会的救济的服务的单位 来帮助我们啊 的这个出路 来保障啊 我们的安全 否则的话 你帮助 就是让父母啊 让这父母 他怎么支配你 怎么又带你 怎么把你当成摇签树 你都不管的话 你就让他去的话 结果就是帮助父母在犯罪 帮助父母做坏事 但是对父母本身来讲啊 也是一种啊 不好的行为 所以是呢 宁可以啊 求助以外力来帮助自己 也帮助父母啊 不要继续地啊 来对自己的儿女啊 用这种不正当的手段啊 来虐待儿女 或者是实用儿女 这样子的话 是正确的呀 一种方式 否则的话 对这个儿女来讲 医生呢 这是很遗憾的事 那么对父母来讲啊 医生呢 都会被儿女啊 心里感觉到 这是一个 惨痛的 一种啊 经验 美女 又失去 对父母看的 所以没有 这是跟父母看的 那些是 为什么成年人会对儿童做出性骚扰的行为呢 又该如何来防止这样的事件一再的发生呢 让我们恭请圣言法师来为我们开始 先骚扰这个新名词 但是这个问题并不是现在这个社会才有的 也并不是在我们台湾中国人的环境里面才有的 在古代这种心骚扰的事实是存在的 什么叫做骚扰呢 也就是并不是两方面是同意的事 因此叫做心骚扰 还有虽然可能是同意 而两个人的年龄层次太悬殊 而两个人认知程度差异太大 那一个认知程度高的 年龄层次大的 对于年龄层次低的 认知程度小的 这些人构成的性 也就是两性之间的一种基础 就变成了性骚扰 那么如果说是两个人两亲相拥 但很难说是谁谁骚扰谁 那么现在我们 常常看到报纸上 说发生的事 多半是 如果年纪小的 甚至于幼龄的 还有看到四岁三岁的 被强暴的 还有七八岁十来岁的 被强暴的 那么有些人不是被强暴 而是就是被戏弄和骚扰的 那么像这种情形 跟一个人的心理有关系 这个人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那这个是心理变态 以及生理上的一些需求 实际上心理的需求 不至于让人造成了 性骚扰的犯罪的行为 这是心理上 有些问题 或者是叫做心理变态 它会产生性骚扰 那现在有个问题就是说 假如说 自己有年龄的 年龄小的 或者年龄轻的 女孩的父母们 应该怎么样子帮助 自己的女孩子 事实上 现在男孩子们 也会被骚扰的 被谁骚扰呢 男孩被女性骚扰 也有被男性骚扰的 那么像这种情形呢 如何地来保护他们 这就是要从小啊 要对这个孩子们 告诉他们 就是说 某一些人 以什么样的眼光看你 或者是呢 用什么样的动作 对待你的时候呢 你赶快要背开 用什么样的语言 来挑逗你的时候 你赶快要有警觉心了 那如果能够提高警觉 插言观色 懂得 什么样的情况下 这危险快要来了 那赶快躲背啊 或者是逃背啊 但是 如果说是子弟的亲人呢 来给你心骚扰 那大概不容易逃背的 因此我们呢 要呼吁整个的社会 大家对于这种 对自己的孩子 以及呢 对于年轻的孩子们 以什么心态来看 在这个附近里面 就是梵王经里面呢 这个告诉我们 凡是啊 男性的看到女性呢 有一种 营念 营念产生的时候啊 马上转回来 就是要把它当成 说这个年纪小的 比我小的 是我的呀 是我的 女儿 年纪大的人呢 是我的母亲 但是一个乱伦的人 他明明知道 他是母亲 明明知道 他是女儿 他还是跟他乱伦呢 像这种观念 就难以啊 来改善他了 因此呢 我们呢 要从整个的一个 社会的风气 和社会的呀 舆论啊 来呀 帮忙啊 我们这个社会里边呢 有一些心态不正常的人 如果孩子们 能够知道 父母 或者是兄弟 或者是亲戚 朋友们 由这种啊 很轻微的倾向的时候 马上啊 就要 要抗拒 或者是呢 就要 找一个人呢 谈一谈 如何处理 那么自己是在 对父母 首先要告诉父母 如果是不是父母乱伦的话 那么如果是父母乱伦的话 告诉老师 也是很好的事 那 其他的办法 用法律途径来处理啊 那这是 这是另一个层次了 没有案发以前呢 没有严重到 那样的程度的时候啊 这个不死法律 能够处理 就近未婚生子的观念 对孩子 对社会 乃至于对国家 对国家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让我们光顶圣言法师来为我们开始 这个问题并不仅仅是女性呢 只要孩子不要丈夫 而在男性呢 也渐渐地呀 不要结婚 但是要女人 不要有家庭负担 但是要有男女的安慰 像这种的情形呢 在未来的社会 我不做预言啊 而在今天的世界呢 越来啊 好像越普遍了 那这个 像这样的现象啊 我本能说是对 或是错的问题 而是说 它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 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 影响 对自己 对孩子 对社会 会产生什么后果 另外呢 在天国里边呢 在附近里边形容的天国也好 以及呢 在其他的宗教里边形容的天国啊 也好 天国里的人呢 他没有一定的父母的 他是化身 在附近里的 这个 就是天国啊 人出生的时候 是在天人的膝盖上生的 他不是啊 从妈妈的 这个产道里头啊 生的 那么在附近里边 有一个 理想的 世界 叫做百居炉舟 这个世界里的人呢 母亲生了以后是 不管小孩的 把小孩呢 放在 狮子路口 的路边上 这个 人经过那个路边的时候啊 都用一个手指啊 给那个小孩子 舔一舔 任何人的手指 给小孩子舔一舔 小孩子就吃到东西了 所以小孩子呢 自然而然 众人呢 这个 养这个 养这些小孩 小孩子就是这么长大的 所以是在天国里边 以及在附近里边的这个 传说里边的 这样子的世界呢 是大概 不需要结婚的 也就是 有夫妇生了孩子以后 也不需要带孩子的 他自然成长的 那像这种 这种想象之中的 传说之中的 一种现象 会不会在我们这个世界出现呢 我想至少 在我们这个世界 膝盖上长不出小孩来 至少在我们的 这个世界上的人的手指上 没有办法长出奶来 给小孩子吃 但是呢 渐渐地 有一种理想啊 可能会实现的 就是 孩子生出来是国家的财产 或者国家的人 由整个的社会 共同地来 来 夫妻啊 抚养 教育的责任 而母亲 这是生了孩子以后呢 就可以不管了 那像这样子的 要不要父亲 一起生活 来赞扬家庭 负责孩子的 教养 好像也不需要 因此呢 如果是这样子的一种 社会的情况 出现的话 是不是需要结婚 大概不是问题 问题是在于 如果不结婚 男女之间的关系 男女之间的关系 是不是非常的复杂 非常的乱 因为男女之间呢 都有彼此互相的占有用 彼此的互相的妒忌 占有 这样子的情形 很可能会产生了 人与人之间的许多 悲剧 的发生 如果有一天呢 我们这个世界 只要孩子 不要夫子 也就是不要丈夫 的人多了 那这些孩子们就变成了 只有母亲 没有父亲 只有母亲 没有父亲 这也为孩子带来 有很大的问题 孩子 见了他的朋友们 会朋友彼此之间会问 你归姓呢 我姓什么 你父亲是什么样 你父亲是哪里人 我很杂 这个可就大问题了 就是父亲不知道是谁 那父亲不知道是谁啊 至少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边呢 会受啊 排斥的 就是说 大家就不要排斥他 要帮助他们 要接受他们 但是在心理上面 还是觉得 这是不正常的事 所以是呢 为了自己 为了孩子 为了会的平衡啊 我认为呢 至少在目前来讲 这个 能够 结婚 有个丈夫啊 应该是比较好的 如果不想结婚 已经生了孩子了 那就这样子下来吧 我们大家 去帮忙他吧 阿弥陀佛 家庭团队里边啊 除了要把子鸡的角色扮演好 一定要对哲女的教育 这个就是我们家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dating 供兰 转发,anim 转发,你 maximize观察 转发,我这次认词